Bartender条码标签丁击软件 Cell数据铺设置 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Cell数据表 然后打开Bartender软件创建一个标签的版面 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关闭 Cell表忽然就会爆锁 找到顶部圆柱形图标 编辑数据表这里 我们需要注意选择数据表类型 因为Bartender支持多种数据铺格式 这里我们设置的是Cell 就选择Cell的格式 完成后我们就能看到Cell中 我们制作好的数据资本内容如果失败 就会提示错误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Cell表式活用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版面的文本做数据复关联 按步骤找到相应的数据资本 多次弹射击 执行重复步骤 找到对应的字段铭射击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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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我们点打印 就能看到底下多了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可以选择性打印数据库中的对应 现在我们预览下效果 这里谈出的问题是因为数据库中的条码位数超出了该条码类型的字段长度 因13比较常见 忽略就可以显示 我们下期见